OK 雞的體溫是熱熱的 第一次抓雞 這就是我們醃製了7.5個小時的雞65 雞65 這是非常特別的雞65 這是對雞65很重要的味道 嘗嘗 所以我可以嘗嘗一點點的 薑和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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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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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每個印度廚師都有自己 烹飾及65個香料獨門秘方 所以老師並沒有使用我們在市場買的現成香料 不過最重要炸雞塊的油 一定要選用椰子油 才能炸出正宗的雞65 他們現在做的動作呢 一開始先把洋蔥拿下去炸 炸出這個香味之後呢 就把這個油一直撈掉 剩下的這個洋蔥 那現在呢 哇 就是要加進去了 把鍋底的湯匙收乾後 先加入香料 再把剛剛炸過的雞塊 放入均勻攪拌後 一道正宗的雞65 就算大功告成了 好 完成了 好 小心 哇 你看看起來好好吃喔 太好吃了 很入味對不對 嗯 炒得好 來 給我5 對 我跟他們終於做出一樣 像樣的東西了 有進步 真的有進步 平常在外面吃那個雞65 他們顏色呢 是比較紅一點 對 然後我又問老闆 然後老闆說 那些外面的顏色很紅很漂亮的 因為是加一些菜式粉 然後這個都是天然的 所以沒有那麼紅的顏色 OK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煮的東西 當然健康最重要 所以我們用最天然的一些材料來做它 好 是 所以